下方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长长的这个区块 我想要doon in到这边这个时间的话 你可以这样拉 然后这边就会放大 所以它放大以后 我再移动 我就可以一点点移动 那我想要看到全部 你就把它拉开 对不起 拉开完整 它就在时间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段落 所以我这个意义就很快 可是我如果放大的话 我就可以专注在这个区块慢慢做 然后逐格呢在这边 这个是播放 右边是往前一格 我们刚刚说到的每秒多少张 在这边你看 倒回23 然后下一个就零 零也算一格 所以零一二三四 一直到23是不是就24格了 所以它是24格进位 那我决定我要剪到这边的话 这里有一个mark out 很像夸壶 就是说这个是我要结束的地方 点一下 这个是自动储存 因为我们刚刚档案设定以后 它都在每隔15秒 15分钟或20分钟会自动储存 好mark out以后 这边这里就代表我标记说 这个是结束的位置 那只要是我这个是开始的位置 那就mark in 所以它现在就是把这一块记下来了 记下来以后呢 你播放 它这个素材不是真的剪掉 它只是说我现在记录说是这一块 我要这一块 然后把这个往这里拖曳 所以我只保留这一块 我刚刚在黑板上有写 我的尺寸比较小 这个影片的 我定义的影片规格比较大 所以它就会反发出疑问 只要你两个不对应的话 它就会问你 你是要保留它的设定 还是要把它这个设定改成跟我们影片一样的设定 听得懂吗 我开了sequence要做负HD 我放的素材不是负HD 我是要保留是负HD 还是把它变成跟我那个素材一样 好 我说保留 所以旁边是不是就黑了 就是我花在黑板上黑了 然后我播放 就只有这一段 了解 好再讲一次 移动时间 移动的时候 如果你想要特别去放大 是拉动这个区块 设定完了 设定好的时间以后 你就可以设硬点 然后呢 再播一播 设奥点 设好以后 就可以把它拉下来 每一个就是这样一段 接一段就接起来了 所以我们这边 如果你有好几个影片 是不是打开来 设定 拉下来 打开来 设定 拉下来 这样就开始接起来 这样就算了 这样就像以后 转发了 这边都是这就这么说的 对 点频道 今天